欢迎来到华德福学校 那通常你们可能会听到外界有一些评论 像是说华德福是不是都没有在念书 是不是都在玩 我想会做出这些评论 可能是因为你们看得不够全面 那今天我就来带你们看看华德福其他更多的面向 走吧 到时候老师旁边 我觉得不用穿制服挺不错的 因为其实有时候学校强迫大家都要去买制服的话 对于有些家庭经济能力可能没办法负担的家庭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困扰 你看有夏天嘛 然后你还要穿棉座的然后热得要食肖服 我觉得心里面会觉得有一点 一生啦 华德福还有一个广为人制的东西 就是庆典 有季节不同我们有不同的庆典 像是春庆夏庆秋庆冬庆 春庆呢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像是五月五 诶这么会围着一根柱子跳舞 总的就像我给你们看的画面这样 啊 救命 越跑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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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跑越前越跑越前越跑越前越 在學期末 每方會自己討論出一個圍棋一個禮拜的登山或是健走企劃 在路途中同學間會互相幫助互相鼓勵 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加貼近 是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 能夠拋開一切盡情的享受大自然 是個不論對身體或精神都很健康的課程 登山口 是登山口 跟同學們互相合作 跟大家一起登山 經濟是很不錯的 整個登山過程非常的深淨距離 按摩